下雨之后 有一只蜘蛛啊 在非常艰难的向墙上 已经支离破碎的往爬去 由于墙壁的潮湿 它爬到一定的高度摔下来 它再往上爬又掉下来 第一个人看见了之后 叹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 我的一生不正是像这个蜘蛛一样 忙忙碌碌而无所作为吗 哎 日渐调成 第二个人看见了 他说这只蜘蛛真愚蠢 为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 绕上一圈爬上去呢 我以后可不能像这只蜘蛛一样的愚蠢 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 第三个人看到了 他立刻被蜘蛛屡战屡败的精神所感动 从此他在工作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坚强 学佛人要学会用正能量去看问题 看每个事情的长处 成功者处处都能发掘成功的力量 学佛人到处能发现自己的慈悲心 台长希望我们学佛人多多的原谅别人 要记住了 你原谅了别人自己会好过 你恨别人 第一个受伤害的就是你自己 台长说个笑话 有一个人去吃饭 他的气量也是很小 但是这个老板也不好 他要了一碗香菇面 但是他把面条挑起来 找不到一块香菇 他非常的生气 他指着碗就问老板 老板香菇面里怎么一块香菇都没有的呢 老板淡淡的说 哎 别太认真了 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当中 吃出个老婆出来吗 人生在世 最常见的就是被一些微不足道 完全可以迅速忘掉的 但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小事所烦恼啊 所以会失去理智 我经常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一个老人家 因为儿子有一次在公开场合羞辱了他 他一辈子不理他 一辈子不想跟他讲话 到了最后自己要走的时候 妹妹带着哥哥来跪在妈妈面前 妈妈 哥哥回来了 他认错了 妈妈你原谅他吧 这个老人家喘着出气说 我死了 我也不会原谅他 走了 不要被别人气死啊 在沈阳有一个老伯伯坐公共汽车 推脚步方便 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边上 那个年轻人就是不让他坐 老伯伯讲了他几句 他讽刺老伯伯 老伯伯气得 当时抽了他两个耳光 但是自己普通就死在了公共汽车上 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要想通啊 不能再生气了 要记住 气出病来 无人替啊 我们要记住 珍惜时光 有一家三口住进了新房 妻子见丈夫 而儿子都不太讲究卫生 就在家里写了一条标语 上面写着 讲究卫生 人人有责 都处自己的儿子和丈夫要讲究卫生 儿子放学回家 一看见标语 拿出笔就把标语的人人上加了一横 就改成了 讲究卫生 大人有责 第二天 丈夫看见了 就拿出笔 在大人上 加了两点 把标语改成了 讲究卫生 太太有责 所以人就是这样 不停地在让自己缺点重复 又不能原谅别人 什么事情先怪别人 不肯怪自己 传统的中华文化讲 责任者先责自己 记住了 一个手骂别人 三个手指骂自己 一个人要懂得 不要去说别人不好 我们要多多忏悔自己的过错 所以自己要知道自己的缺点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夫妻吵架 和丈夫和妻子在一起 为什么会越吵越厉害 因为丈夫觉得 她是最有道理 太太以为 她是最有道理 所以两个人 有道理的人 才会争吵 记住了 要想改变别人 很难很难啊 台长教你们一个方法 想改变别人的人 就先改变自己 人生只是一个旅途 人生就是一列 没有回头的列车呀 我们在这辆列车上 没有一个人会从头陪到你底的 上上下下的乘客 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亲戚朋友啊 感恩他们每一段陪过我们 度过这一段人生列车的人 感恩他们 人生只是个旅途 一切烦恼到最后都是空啊 名利也是空 希望大家广结善缘 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没有贵人 台长告诉你们 多多的去度人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 等到别人都来帮助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大贵人啊 希望我们洛杉矶 我们的好朋友们 你们能够越来越好 学佛念经 让自己超脱 自己凡人的思维 变得越来越开心 身体好 精神好 能够在人间借甲修正 在人间就过得快快乐乐的 等到我们百年之后 我们才能有机会 见到我们快乐的弥勒佛 快到见到我们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见到我们伟大的佛祖 释迦摩尼佛呀 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感恩卢金红台长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开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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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